这一定是中国武林的大事件 2023武林封全球功夫盛典已经启动 目前在确定参加功夫盛典的名单中 出现了一位格斗界人尽皆知的人物波球 视频加载中波球出身贫寒格斗改变了他的命运 毋庸置疑他是属于世界的格斗巨星 生于1982年的波球 现如今已经40岁 却依然活跃在擂台上 尤其是2022年9月3日 在泰国首都曼谷的裸拳比赛中 波球将土耳其泰拳冠军阿尔坎KO 10月用一回合KO老对手佐藤佳阳 世人皆称赞波球宝刀未老 他好像一直在巅峰 从未跌落神坛 说起来波球可算是武林封的老朋友 早在2009年 波球在武林封擂台战胜名将许演 2013年与董文飞大战三个回合后再次取得胜利 当然让波球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 肯定归功于他与翼龙的两次世纪之战 2015年6月6日 波球与翼龙在河南几元进行了世纪大战一 在一番战中 翼龙的表现十分勇猛 甚至险些将波球KO 也正是这一次的比赛 让翼龙成为了再一场比赛中 三次放倒波球的中国第一人 可以说波球自成名以来 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尴尬的局面 经过三局苦战 险胜翼龙 在2016年11月4日 两人在江苏南京进行了世纪之战二 在二番战中 翼龙保持着自己的冷静 双方产生了激烈的对抗 多次险向还身 多次扭转乾坤 双方竞险亡者风范 最终翼龙胜 不得不说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波球和翼龙 两位拳手都对搏击做出了巨大贡献 推动搏击事业发展 吸引越来越多的后背力量 投身格斗 这份贡献毋庸置疑 2023年2月3日 波球将带领自己的泰拳天团 挑战中国功夫 除波球外 还有众多搏击名将一一到场 诸多惊喜 我们腾山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